大家好,我是Stan 庞谈虽然的成员V将要提高韩国饭圈的供低 K-POP粉丝们最讨厌最烟雾的黑粉YouTube频道了 韩国有一个专门造谣诽谤抹黑爱豆们的YouTube频道 内容都是谁谁谁整形,谁谁谁在背后说坏话 天天模仿谁谁谁的谁谁谁 双眼皮失败,在舞台滑水,舞台上的表情 偷偷恋爱,人品问题等 总之就是把自己大脑中的妄想非常有诚意的做成影片 还列出一大堆狗话的频道 但是最严重的问题是物理类聚 影片的观看次数不但很高 就连底下的留言大部分也都是跟风抹黑的内容 甚至也有部分华语全媒体直接引用这个频道的内容 报道一些只有在这个频道引起争议的内容 而今天凌晨,一位粉丝将这个频道抹黑旁探 V的影片缩图上传到粉丝论坛后留言 希望这家伙能够被提高 而V看到这个留言后就回复了 哦,我会提高的,能出来点饼干费用吧 竟然还动家人跟朋友,则好吧 然后没过多久V再次留言 刚刚大概的看了一下 不只是我们,所有艺人们都讨厌这种人 所有粉丝们,阿米们应该都有看到这些 为了受到伤害但是无法拿出勇气的人 我会代表他们去提高的 而V也怕粉丝们会伤心 马上上传了演唱会照片后留言 旁探与阿米正在走花路 来安慰粉丝们了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哇,这频道是让所有饭圈粉丝们都痛苦的存在 V真的太有好感,太帅了 我是别家粉丝真的很谢谢 我是网友粉丝 今天开始会对V无限支持的 在毁灭这个频道的那一天为止 加油 Aspot粉丝们也会强力支持 你已经是所有饭圈的英雄了 这么有影响力的人拿出勇气 真的太帅了 那个频道已经删掉了几个影片 太丢脸了 我也是去看了他的几个影片 这妄想症真的是太离谱了 总之,我最近看了几个影片了解到 台湾也好,香港也好 在网络上流酸烟的话也是可以提高的 所以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 而毁了你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采纲瓦争议的最新后续 首先是要求停播的青瓦台联署 目前已经突破了27万多 超过了政府需要回复的20万门槛 而今天韩国的主流新闻媒体 也播放了采纲瓦争议的内容 然后今天也有两家服装品牌 监国品牌、年糕品牌、有机茶品牌、医疗品牌 陶瓦公司等很多厂商 都上传斗签文后表示 很抱歉没有事先认知到 剧情有美化的内容 而声明撤掉广告了 关于采纲瓦有新的消息的话 我会马上告诉大家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提到一级YUNA的OMAGA期后 在今年的KBS卡与特出节 Redweb的OMAGAプレーブルース 一级Stacey爱布 六个女团的九位女爱豆们 表演了所有时代的新年舞台 而在KBS卡与特出节结束后 OMAGA期后在网上发文 一级YUNA在新年舞台的时候 称赞我很漂亮了 当时我真的有点慌张 不是 迪士尼公主对我说漂亮 YUNA比较漂亮啊 所以我就回答了 嗯 你们比较漂亮啊 因为没想到会听到这种话 所以思考暂时停止了 接着YUNA也在网上发文 嗯 CIO NIM 迪士尼公主 微笑无法停止 看到CIO NIM真人后被吓到 不知不觉的就说出了很漂亮 艺人们互相说 迪士尼公主好可爱 在我们眼里 你们都很漂亮 漂亮的孩子们的这种相处 太喜欢了 再亲近一点吧 公主们 漂亮的孩子们都太可爱了 公主们再多多相处吧 太甜了 所以 大家喜欢哪位公主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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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